三節合一的這一天 慈濟日本分會在東京禁思堂 舉辦玉佛典禮 儀式簡單隆重 在當地法師和仁波切的帶領下 將大家躁動的心帶入靜定祥和 與佛結束還有孝親感恩活動 職工演出話劇 中文般的小朋友 也親手製作康乃馨和卡片送給母親 傳遞對媽媽的愛 這個短劇編排的內容 非常地貼近我們的生活 可以非常近距離 體會到恩情的偉大 感覺滿有意義的 然後讓小朋友懂得 就是孝順的本意 我覺得很不錯 如果我的小孩喜歡在這裡的話 我想在這裡做義工 然後幫助更多的人 同一天 日本志工的另一場禦佛 則是伴在關西大阪聯絡點 會所空間不大 出席人數也不多 但眾人以虔誠之心 禮盡佛陀 來自馬來西亞的卓章文在這次育佛中承擔了不少幕後工作 因為她之前是慈青 如今來到日本工作最挂念的還是家鄉的母親 媽媽 我在日本這邊一切越來越順利了 然後我很開心 接下來我會努力工作 你不要擔心 簡單幾句話 安住父母的心 也讓自己在義鄉的打拼路 能走得更踏實 大愛新聞 這下面志工 日本報導